各位好啊,就聊点闲班,就对世界直大,无奇不犹,就今天在网上刷新闻,就无意间看到一个新闻给我乐坏了,就骂事儿呢,韩国知道,韩国啊,从上个礼拜开始,就天上啊,漂来很多的气球,好多气球啊,就一直漂到首尔, 首尔以南二百多公里,都能看见啊,这种气球,这韩国政府就纳闷,这麻烦,哪来的呢,结果一查,哪来的呢,就他北边兄弟,就送来的,一开始这韩国政府啊,就警告本国的人民,就说,您别碰这些东西啊,这里面有什么有害的东西,炸弹嘛, 后来呢,韩国政府就转门成立了这么一个特殊组织吧,就弄这些气球,看看气球里到底有骂呀,全古装的,当然,把那东西,小汉一打开一看,没给这韩国政府给气坏了,里面是骂的,眼头,废齿,破步,最可气的啊,还好几跑爬吧, 韩国政府气坏了,就问这个,质问这个北边他这兄弟,就说,你往我们这儿送街干嘛,就北边兄弟就说,为骂,反之,就因为你们那儿也有人,没事往我们这儿送气球, 韩国政府服务说,我们那儿气球撞的不都是,钱,这个,那个,那个,选传单,然后什么CD,USB,韩国的连续剧,对吗,我们发这都有用了,药品,食品都这儿了,不,你要给我们发点这儿也行, 你给我发街了呢 韩国 北边的邻居就说了 大人不是他们说了 是我菜的 就说这些东西不得要钱吗 比钱我们比不过你 但是你恶心我 我就得恶心你 所以我就得给你发点 这个眼头 废纸 破布 这些东西也不能 结我们信头之气 必须给你嫁及泡粑 看完那新闻呢 我又想起那个 铁头在那个 在日本撒尿那事 我觉得啊 这俩啊 一曲同共之妙 都差不多 都把够不要脸的